2021年7月27到28日,格拉纳达 格拉纳达,格拉纳达的试会当中呢,有一只石榴 西班牙语里面石榴就叫格拉纳达 其实我们这边杰克语的石榴这个字也差不多 是格拉纳达为亚伯乐狗,就是格拉纳达苹果 如果说向往塞维利亚有点装样子 对格拉纳达真的是想了好多年 因为,对,就是那座宫殿阿尔汉布拉宫 对阿尔汉布拉宫的向往呢 也可以说是从就上一次几年前,一些年前吧 在马拉加附近休假那次开始的 然后呢就一直是蠢蠢欲动 结果呢就只剩下蠢蠢了 就一直没动,但是呢一直都不甘心 说到格拉纳达以及塞维利亚 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这里的阿拉伯气质 我们住的民宿如果要是不提醒我们自己说 这是在西班牙 真的是会误以为在摩洛哥 当然不仅仅格拉纳达,也不仅仅西班牙 我们2019年的年底刚刚去过摩洛哥 菲斯,马拉喀什之间,去了萨哈拉沙漠 这个其实是一个套路行程 然后我们在这个套路行程当中呢 也有一晚住在了白白尔人开的旅社 就是有白白尔人住的那种特色 反正到每个地方嘛都会尽量吧 就是体验一下当地人的那种特色 然后2020年年初呢 我们还去了一趟埃及 真的是赶在疫情之前安排的挺密集的 也算是有幸吧 去埃及呢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去看古埃及 就不是特别的会去在意现在的埃及人 也就是阿拉伯人 还有突尼斯 总之呢就去过北非的这些地方之后 然后你再回头看西班牙,看葡萄牙 就会感到南部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部的北非 有非常相似的气质 这种相似呢 其实在我们看就现在的民族国家 几乎所有的边境两边的那种相似和亲近 都超过边境和内地之间的那种相似和亲近 即便是我们看到这个边境跨越了海洋 跨越了信仰和种族 甚至也可以有可能呈现这种特点 Anyway 你就会感到人为的边界划分 真的是一件挺傲慢的事情 那不管怎么说吧 人群和人群之间不打不成交 为了生存 为了利益 人们呢都有在向别处扩张 侵占 然后互相为敌 从有主动的警觉 有主动的这种对抗当中 也有呢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 就了解到了对方 然后呢通过这种了解 学习相处之道 伊斯兰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几百年 我们的朋友李俊呢 他说喜欢历史 然后他就说 我为什么喜欢历史呢 每当看不清楚未来的时候 就愿意回头去看看历史 那我们现在看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 有的时候觉得 就是越看越觉得 对未来还有点更加迷惘 如果说学习相处之道 那 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之间 其实他们已经有过 过去历史当中的尝试 尝试过了不同的模式 现在呢我们看 现在的人 当下的人只不过是在重复 过去有过的某段历史而已 那种感觉 当然说这种感觉 不仅仅是伊比利亚半岛啊 其实可以扩大到更广泛的地方 那说到当下呢 我们这一路真的 这一次出行是挺忙忙碌碌的 回来都觉得想着这一路挺累的 然后在这个路途之间呢 就没在意奥运会了 然后有一天呢 就忽然看到一个社交软件里面 好多人的头像呢 都戴上了国旗 戴上了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国家的国旗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啊 奥运会只是一个游戏 戴国旗呢 也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一起大家 共享这个游戏 然后起哄的一种方式 但是呢 我还是有的时候会从一个 有一点严肃的角度来看这个事 所以呢就没有和朋友 就是照着朋友提供的方法那样的 也去把这个国旗标给打上 我就想呢 还是算了吧 游戏归于游戏 咱就别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了 所以呢也就别细谑着起哄 然后把这个政治啊 政体啊 国家的概念啊 给贴上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 奥运代表团是以国家地区为单位的 但是这个毕竟只是这件盛会的形式不是吗 本质上还是人和人之间的竞技游戏 伊比利亚半岛上呢 公元七百多年 伊斯兰势力不断的增强 到公元一千多年呢 基督教势力呢 又开始收复失地 我们的朋友谷歌 常常呢就会强调伊斯兰势力呢 在好多地方其实一直都有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 最近呢我们谈到这件事呢 是因为阿富汗 然后呢就谈到了巴米扬大佛 被塔利班炸毁之前 然后居然能够如此完好的保存到了两千年 然后这位朋友呢就说 强调说我们在抨击塔利班之前 至少要正视呢 之前的比如说像巴米扬大佛 能够如此完好的存续 当然说正视之前的宽容 以及多元 以及这些文物的存续 并不意味着说 在炸毁大佛这件事情 就去给他加分或者减分啊 总之不能因为一部分人 在一段时间段里面的行为 就给一个种族 一个肤色 或者一个信仰 简单化的呢贴标签 就人说人 就事论事 当然如果要说到塔利班呢 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话题了 我们就不忘那边展开了 那我们回来看伊比利亚半岛 阿拉伯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之下呢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共存 但是并没有和平共处 千一年之后 2020年的巴黎 尼斯 维也纳 以及在之前的 这些年 我们看到的欧洲 每每呢 出现一些极端的事件 丧失生命 人们都会感叹一轮 如何共处 这样的话题 但是 自以为智慧的人们 我们却似乎看不到 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 其实呢 写到格拉纳达 就写着写着就停下了 写着写着一时间 有点不知道从何说起 因为感觉想说的内容呢 有点没头绪 就是那种 去过这个城市之后 感受挺真实的 挺形象的 挺有那种感触的 因为是一个 自己想往了很久的地方 然后终于来了 所以呢 这一时间呢 就只剩下想说 哎呀 如愿以偿了 就是这种感触了 但是反观审视自己呢 我们这次出行 又是在一个疫情之下 有这么几分尴尬的情绪之下 于是呢 就并没有像以往 出行那么轻松 然后呢 就会 就是满满的 做好这种必要的预定 就是那种感觉 大环境不是那么常态 然后自己的状态呢 也不是那么常态的 就是这种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 就到了那以后啊 就发现 如果要是不在网上 做预定 几乎是没有进入参观 阿尔汉布拉宫的希望的 再然后呢 就是7月27号 就那天下午 我们到了格拉纳达的 那天下午 在格拉纳达宫殿区域内呢 有一个服务的窗口 然后当地的工作人员呢 就帮我们在 自助售票终端机上呢 就操作 帮我们来订票 结果呢 就看到7月28号 根本就彻底没有机会 当时真的挺后悔的 但是你自己吧 自己对自己的 愿望都没有上心 就感觉自己 属于那种 懵懵懂懂不知所踪的 就来走了这么一趟 所以说 也不好意思说自己后悔 然后当时呢 工作人员就说 说那你啊 在今天晚上 半夜12点的时候 你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试一下 官网啊 这是一个关键字 这两个字很重要 我们后来呢 在马德里体会了一次 就官网这两个字的重要性 然后咱们接着说 工作人员呢 就说 说在半夜12点的时候 官网可能会放出一些 预留的门票 那个时候呢 应该会有机会预定上 于是呢 这时候就必须要认真了 所以我就在半夜 打开了电脑 然后就等着12点 过午夜的时候 尝试着来预定 阿尔汉布拉宫的参观门票 哎 好像呢 就是真的是票出来了 但是呢 第一次预定的时候呢 好像是付款吧 还是哪个环节 就耽搁了一会儿 然后再回来打 那个页面呢 就我原来选好的时间的 那个门票呢 就真的没了 也就是说 应该是其他也有人 在这个时候 在抢票 于是呢 就重来一遍 那就换了一个 其他的还有票的 那个时间 然后呢 没有做任何的犹豫 订下了三张门票 然后到第二天呢 就乖乖的 按照门票指示的 说你必须要提前到达 这样呢 才能保证呢 能够顺利的进入 哎 这种订票的感觉是 满足感超强哈 但是咱也不知道 是不是格拉纳达的 阿尔汉布拉宫殿 给游客们 设计出来的这么一种 就是饥饿销售 饥饿营销哈 于是呢 设计出来这么一种满足感 Anyway 就是现在这个世道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 对很多事儿 就不多疑也多疑 就是多疑什么呢 就是到底还有几分纯天然呢 那不管怎么说 阿尔汉布拉宫 我们是如愿以偿 对这座宫殿的念想 刚才说了 是从去马拉加附近海岸 度假的那年开始的 因为当时呢 到了那儿呢 就觉得这个地方 已经看得见摸得着了 但是真正对这座宫殿 向往的起源呢 其实是来自 于秋雨的那本 行者无疆 里面呢 有一篇文章 写的就是阿尔汉布拉宫 那篇文章的题目呢 是死前戏装 那读那篇文章呢 就是二十多年前了 当时是于秋雨 跟着凤凰卫视 欧洲之旅的节目组 当时他们到 杰克布拉格的时候 我们其实和他 还有一面之缘 后来呢 在北京 也有见面聊过天 那我知道文化圈里面 或者说社会上 对于秋雨的创作 写作 包括为人呢 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观点和说法 总之呢 各个人呢 不同的人角度不同 那我们和于秋雨先生的 接触当中的感受呢 他就是一位 彬彬有理 学者气质的 这样的一位学者哈 在谈话当中呢 我们也会 就会聊嘛 就会讲述一些 在生活当中的感受 然后你讲了半天呢 他三言两语 就把我们想表达 但是说不清楚的 那个事情 就提炼出来了 所以这一点呢 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那这一点 我们也知道 就是和一个人的学识 和他的智慧 和他的经历 也和他的年纪 是相关的 当然 对这一点的认可 也并不意味着说 我们就赞同于秋雨 文章当中的 所有的观点 特别呢 是跟着这些年 我们对社会上的事情 也有一些经验和理解 那有可能呢 我们在很多方面呢 其实 还是抵达了不同的彼岸 还记得当年啊 于秋雨的粉丝之众 人们就说笑哈 说战阶旅的手包里 也会装着一本文化苦旅 《行者无疆》里面呢 这篇死前戏装呢 是这样写的 说这个摩尔人 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 最后一个王朝 绝望 说这个绝望呢 在开始阶段 是悲痛和激愤的 但是时间拖得太长 渐渐趋于平静 而绝望中的平静 是美丽的 抄写这段话的时候 我头脑中的景象 其实就是2020年的春天到现在 开始对待这个疫情 给大家带来的那种情绪 人们是群情 说激愤也好 激昂也好 但是其实都有点激动哈 然后到后来呢 就开始倦怠 然后到今天 我们至今呢 还看不到未来 接着说 于秋雨先生的这篇文章哈 阿尔汉布拉宫 就是在绝望的平静中的 精雕细刻 因此 他的一切讲究 都不是为了传代 更不是为了炫耀 而是进入了一种 无实力目的的境界 这种境界 纯净的 如山间清泉 血缘散弦 我想 最准确的比喻 应该是 死前 细装 知道死期已尽 却还有一点时间 自己仍然经历充沛 耳聪慕名 于是就细细装扮起来 早已不在乎明日 不在乎观者 不在乎评论 一切只给自己看 因此 把最精微的心思 也一丝不苟地 投射其间 脸上没有泪痕 也没有笑容 既然毫无功力 也就 毫无情绪 只剩下 最女性化的 操作技术 一种无实力目的的 生命倾泻 一种不考虑 时间逻辑的 审美创造 数百年 收复失地运动的悲壮 先驱者 抛制生命的历史 使包围者们 对格拉纳达城 有一种潜在的敬畏 读了这些段落 怎么可能不存在着 那种念想呢 就好像当年 早年康有为 他也是存着 这样的一种念想 于是呢 辛辛苦苦 到西班牙南部 来看这座宫殿 特别我觉得 是现在这种时候 人们都被病毒 困在各自的城里 同时也被网络 网络在各自的城里 病毒和网络 可以说从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主动的方面 另外一个是被动的方面 或者说 多个主动的方面 多个被动的方面 把人们夹击着 包围着人们 很多人还说躺平 原来呢 我以为这是中国特色的 一种失落的情绪的表达 但是在欧洲生活的儿子 有一天 就跟我聊天 突然就对我说 所以我看中国 有这个词躺平 我觉得躺平也挺好的 当然他当时 跟我聊天的时候 是半开玩笑 但是之所以 他会半开这个玩笑呢 也是因为 他们这些年轻人 也感觉到 有点看不清未来 阿尔汉布拉宫 最后一个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摩尔王朝 西班牙的末代 穆斯林国王 布阿布迪勒 他当时看得到未来吗 当然我们其实会说 他本来就是在绝望当中 即位的 那他从即位起 是不是就躺平了呢 躺平之际 工匠们穷尽 他们最高超的技艺和耐心 对这座宫殿 惊雕细刻 对这座宫殿 然后呢 再联想一下我们 我们这些突然间 就失去了生活状态的人 以及意识到自己 其实已经没有机会 实现自己期望的人 这里面包括疫情的影响啊 当下也包括 就是我们很多人 可能在某一个时期 都会感觉到 意识到自己 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样的人 仍然有在追求一些价值和意义 算不算无实力目的的生命倾泻呢 算不算不考虑时间逻辑的审美创造呢 比如说就说一个具体的吧 在我们的YouTube平台上 每每每呢 我们都会有一些嘉宾 花费一两个小时 甚至更多的时间 来为我们讲述文学 讲述作家 讲述知识分子 讲述阅读 解读科学理性 然后讲一些技术的问题 包括讲这次疫情的一些病理啊 疫苗啊 为我们做解读 那这些朋友 哎 想到这儿 我觉得挺升华的 挺伟大的感觉 我们就不继续往下说了 那不管怎么说呢 如愿地进入了阿尔汉布拉宫 带着比较高的期望值 去看事物的时候 其实我们常常会比较容易有啊 看过以后不过而而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对阿尔汉布拉宫的期待 其实就挺高的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那种 秘密扎扎的繁复的雕刻 图样不重样 穷尽工匠艺人们的几何想象 也穷尽了工匠艺人们的时间 持久性 耐心 真的是感觉 就于求雨先生在文章当中说的那种倾泻 扑面而来 压顶而至 于是呢 你站在宫殿里面呢 常常会有点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去仔细琢磨每个花文的细节 还是去欣赏整个房间 宫殿庭院 就是我们说的必须要准时准点 最好呢就提前一点到达 过时不后 然后这样呢才能够进入参观 然后我们当时呢去到的时候呢 有一家人呢就被工作人员就拒绝了 因为呢他们到达的时间呢 比他们的门票上的预定时间呢 晚了大概是二三十分钟吧 他们后来呢有跟工作人员就解释 他们的情况 其实他们到的不晚 但是阴错阳差 后来呢我们就进去了 然后没有看到这家人呢 最后是不是能够如愿的进入 没有看到结果 那这座皇宫里面呢 我们或许有听说过狮子中庭 还有就是很多照片上 都有反映出来的 倒影绝佳的爱神木中庭 还有呢就是穹顶啊 好像蜂巢 密布的蜂巢一样的 那座厅呢叫做姐妹厅 所有这些呢都在 纳塞瑞斯皇宫这一部分 阿尔汉布拉宫主要的布局呢 包括纳塞瑞斯皇宫 阿卡萨巴碉堡 还有薛尼洛里菲宫殿和花园 还有呢卡洛斯武士宫殿等等 其中呢卡洛斯武士宫殿呢 是不需要门票的 另外呢我们去参观呢 是白天的这种全票 那除了这个全票以外呢 还有一些呢 不同的参观的组合 是白天的藥涡 那是白天的 青爱的霉案 是白天的 Ziol 赞瑞斯宫殿豆腐 阿卡萨巴碉堡 金丹 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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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阿尔汗布拉宫呢 我们在哥拉纳达 其实行走的哈 游览的也是有点急扩的 那我们呢除了这座宫殿以外呢 就无目的地在旧城的商业区啊 中间穿行 然后在一家冰激凌店呢 就看到了一款啊 就好像就看到颜色 有点像烧肉肉皮一样的 那种蜜汁的那样的一个冰激凌 然后就要了一份 然后人家那个销售的店员 还说说不是肉味的哈 但是我们尝的时候呢 还觉得真的有一点红烧的那种 很浓厚的那个味道 晚上的格拉纳达人气挺旺的 有卖瓷砖纪念品的商店 然后西班牙和葡萄牙 其实卖这种瓷砖纪念品呢 是挺多的 还有呢 就是地面上铺着一片折扇的 吉他当然少不了了 有的像是自娱自乐的那种 还有的呢 就是街头呢 表演谋生的那种艺术家 街头艺术家 那格拉纳达呢 是一座山城了 所以呢 我们的车子呢 也是停到了山上 就是入天的停车场 然后这样呢 停车场呢 就不太受到那种车位狭窄的局限 费用好像是一昼夜7欧元 也挺便宜的 那我们的住处呢 前面说到是民宿哈 是定到了山下的民宿 然后我们的那个房间呢 也是这栋民宿里面呢 就相当于传达室的那个位置 当然我们停下车以后呢 就得拎着箱子 然后就要这样嘎哒嘎哒嘎哒 就走下山 然后找到我们住的那个民宿 然后我们这个民宿呢 是一个小小的套间 房间里面呢 挂着一幅教堂的图画 布拉格高宝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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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